朋友们好 今天的节目实际上已经录完了 正在剪辑过程当中 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突发消息 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插播一下 美国东部时间今天下午4点45分 川普政府宣布 武汉疫情新冠状病毒构成了美国的公共紧急卫生事件 这项紧急状态将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天下午5点生效 紧急状态的应对规定主要有两条 第一条 从现在起 在过去14天去过中国的外国人一律不准入境 但是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以及绿卡拥有者除外 第二条 过去14天去过中国湖北省的美国公民 将被强制隔离14天 另外 美国的疾控中心CDC的专家 将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一起去中国考察疫情 到目前为止呢 在美国已经有7名被确诊的冠状病毒患者 最新的一名的今天刚被确诊的患者是来自旧金山湾区的硅谷 是一位华人 从1月24号从中国回来的 这是我们插播的这个消息 下面请继续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最后更新 咱们的时间是美东时间1月31号的上午10点 那么大陆时间就2月1号晚上11点了 昨天点评说这个世卫组织宣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把武汉肺炎新冠状病毒的这个疫情 列为全球紧急状态 你知道咱们这个国际上应该有个运作准则吧 会根据世卫组织的宣布来作为各个国家协调行动的依据 所以呢 昨天下午起全世界都开始对中国的疫情有个反应 什么颁布旅游警告啦 取消航班啦 限制人员流动啦 原来准备开的国际会议就不开了 投资计划也暂缓了 比如美国国务院就把旅游警告提高到了最高级别 说不要到中国旅行 美国大使馆和广州、成都这些总领事馆都开始撤离 非紧急人员之外的所有领事人员和家属 中国到美国的签证也全部暂停了 除了原来的英国、德国以外 北欧航空、埃及航空也停止了飞中国的航班 咱们知道这中国人最短时间的刚开始热起来 说北欧游、北非旅游啊 这下子看来也停下来了 俄罗斯、捷克也没闲着 停发中国签证 欧盟主要国家在跟中国政府商量撤侨的事宜 日本、丰田、德国、宝马在中国不是开了很多间工厂吗 这下好 推迟开工到2月中旬左右 所以你看这个架势啊 昨天我简单的分析一下 可能会对中国未来产生巨大的冲击 现在其实已经开始显现了 这还是第一天的朋友们 所以有的人就说了 说这个世卫这个宣布 就等于是制裁中国了 是不是制裁我们呀 从两个方面来说 世卫组织宣布这个状态本意不是说来打击你的 是来制裁你的 他的总干事不还解释说 哎呀 这个中国的同志不要误会啊 我们不是对你投反对票 的确一个国家碰上了瘟疫 付出惨痛的代价这是逃不掉的了 那么世卫组织制定突发事件的目的实际上是两方面 第一是什么呢 它是减少疫区和国际上因为传染造成的生命的更大损失 所以各个国家出于保护自己国民的目的 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这不是说故意去制裁中国 但是客观上会造成中国被国际社会隔离 这其实就相当于湖北与外省搞的这个隔离呀 变了一个国际版 是这个意思 但是第二个方面呢 他那个谭德塞这个世卫总干事不是说 说不是投反对票吗 实际上是说什么 这样的状态实际上不是来打击你 是在帮你 首先你想 科技上 在病毒疫苗上它会协调 这有点像是来个什么专家门诊 世卫组织就是专家会诊的这个召集人 一起来帮助民众恢复健康 另外那是协调国际援助 包括物资上的和国际贷款帮助 但我们看到在1月23号武汉封城之后 在一些中共的官方微博频道上 他是这么说 他说这次疫情是国际上的反华势力 最希望看到的 他们看不得中国强大 所以我们要万众一心 特别不能让世卫组织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这就等于在中美贸易战之后 再一次沉重打击中国经济 我们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你瞅瞅 世卫组织把一份好心 被他们变成了阴谋了 我们呢 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看看 到底世卫组织和这些美帝国主义到底有什么阴谋 您听听这个腔调 感觉好像这个瘟疫就是美国弄的 这个灾难就是世卫组织造成的 其实中国人在这种愚昧的鼓噪之下 永远活在什么 活在义和团的时代 自我张狂 即便是经济上看起来是挣了不少钱吧 依然不愿意了解国际规则 不愿意了解正常的人类社会 甚至仇恨世界 我原来在历史今天那个系列里面做过有一集 叫做什么 斯德哥尔摩综合证 什么是斯德哥尔摩综合证啊 说那年有个银行劫匪 绑架了银行员工做人质 极度的这个恐惧之中呢 这个劫匪可以随时决定你人质是生还是死的 这种巨大恐惧中 劫匪突然那么弄点好心 给你那么一点点的施舍 比如说 这饭里有块肉 你吃了吧 哎呦 这人质是感恩涕零啊 结果你看 过些日子警察把人质救出来了 这人质居然还爱上劫匪了 替劫匪做无罪辩护 对一个国家来说 国民在独裁者营造的来自外界的恐惧和仇恨气氛中 它会形成对这个统治者 对伤害自己的人一种巨大的依赖感 最后怎么样 就发展为奴性 然后就不去追究是谁造成这场灾难的 真实原因是什么 他不去找了 反过头去追打 本来就不存在的一种外来的威胁 所以你看这样的民族情节 其实一点好处都没有 既不利于切实解决现实问题 还容易养成什么 养成政府和民众的坏习惯 每次都说灾难兴邦 于是呢 政府习惯性的撒谎 民众呢 又习惯性的默认这个谎言 咱就回头说这个武汉肺炎吧 把肺炎产生的原因 甚至说成是美国人搞的深化武器战 有人说 这太荒唐了 我跟你说 他其实还不稀罕 他这不是第一次造谣了 2003年非典的时候 他就造过一次谣 现在只不过是把它再copy一下就行了 说什么是美国人针对中国的人种 进行的基因病毒战 说这个病毒啊 一看是黄皮肤的就蹭就钻进去了 你知道吗 义和团之前呢 有过天津山东的教会案 那怎么发生呢 也是造谣说养鬼子偷中国人的婴儿 偷回去做药引子 一下子激发了很多的民间的仇恨 最后把教堂给烧了 你看现在这一百多年过去了 这谣言不是一样的吗 还有效 而且这谣言哪传出来的 中共官方认证的公众号 中共把医生从讨论疫情的群 这个医生群组里当作造谣者给他抓出来了 结果呢 耽误早期的疫情披露 但是这样子的激发社会仇恨的荒唐谣言 政府不去抓你 还鼓励你往外发送 你想吧 针对黄种人 针对中国人种的生化战 可能吗 美国人可不是都大鼻子蓝眼睛 也有华裔美国人的 你说真是盯着中国人才传染的病毒 那你不是回头把华裔美国人也坑了吗 要是只针对中国人的病毒 那你想 今天美国人、欧洲人还撤侨干什么 都呆在武汉 那病毒不找它 对吧 这种试图利用民族主义树立仇恨的谣言 其实坑的是谁呀 最后坑自己 因为人会变得什么 没有丝毫的理性 丧失了是非感 丧失良知 充满了这人的 就不知道哪来就那么一股恨劲 充满了戾气和仇恨 你会注意到这五毛普遍的性格缺陷还就在这 它的根在哪呀 就是中共为了好管制撒这些谎 慢慢把你们给奴性化 那么真实的美国是怎样的呢 美国总统川普在中国农历新年的时候 他就表示他已经告诉习近平说 美国愿意向中方提供任何必要的帮助 说美国的专家是最棒的 可以发挥错误 彭斯副总统也表示 你看这个彭斯 几次在这个基金会的演讲 那对中共是一点好脸色都没有的 那这次他怎么说呢 他说美国已经准备好帮助中国民众 和世界来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美国民众为中国民众祈祷 我们 它指的是美国人 与他们指的是中国人站在一起 咱们知道这个纳瓦罗在中美贸易谈判中 他是个鹰派人物 在他接受记者询问的时候 明确就说 中美贸易协议是针对中方不遵守国际贸易规则的 一个制约 这个关税呀 是什么呢 它不会因为中国经济受到疫情重创而减少 说这个减税的事情是华尔街的谣言 但是无论如何 在中国遭受疫情的情况下 我们来谈论这个话题是不合适的 所以你们看到啊 就是这个美国人 这个美国的态度是什么 讲原则 讲情谊 用条约与宽容来引导着当下的中国 去摆脱你那份狂傲 摆脱中共教给你们的对普世价值的挑战 要理性的返回国际社会大家庭当中来 你得客客气气的跟世界上各个国家打交道 不要插着腰横着鼻子你走到客厅里来 这个跟中共的仇恨教育实际上是正好相反的 美国呀 从庚子赔款到抗日战争 到当年的苏联的俄核诈 到中国的改革开放 美国一直是严守着契约精神 严守着承诺 他答应怎么样帮助中国 他就怎么样去帮助着中国 而在中华民族危难的时候 这个国家又总是本着 人性和信仰的精神出手相助 你反过现在啊 中国民间 中国开什么 封省 封城 甚至到最基层 封村 你可以充分感触到极权国家的恐怖 但是你知道吗 有人说这是共产党一拍脑子想 我还不这么建议 我不这么想 这个封城的办法呀 是马克思听着想的 是马克思遗传下来的基因决定的 马克思怎么说的 他说 国家是一个阶级 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是迫使一切从属的阶级服从于阶级的机器 所以呢 政府的决策根本就不需考虑底层民众的利益 甚至民众的生死 不用考虑 封城根本上也不是为了民众的健康生命 而是怎样最大限度的避免事态扩大 避免国际关注 来影响了自己的国际形象 封城的这份杀气腾腾 也让底层百姓之间充满了仇恨 你看那些口号啊 私自进村 车报废人打残 凶不凶 串门就是犯罪 自己都当起法官来了 你串门就当犯罪了 全国各地对武汉人进行大抓捕 不给住酒店 甚至这个收费站 一看见武汉车牌都不让你下高速 下面一个口子都拦着 你往下走 往下走 往下跑走 一路给你往下面赶 这都是把人往死里送的节奏嘛 所以说共产党这个本质 在这个病毒蔓延的时刻 它跟病毒本身有什么区别呢 说有一个武汉人回四川老家 被人就举报了 大过年的就被迫要跟家人分离 这一般人谁受得了 一上火 好嘛 把举报人给捅了 对武汉人对湖北人的这种标签化妖魔化 把一场跟瘟疫病毒的战争就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厮杀 而在美国呢 这美国的老百姓又是怎样看待中国 发生在中国的这场瘟疫呢 这里呢 有一篇传上网的 美国学校发给孩子们的信 朋友们看一下 其实现在就是在一些华人聚集的社区里 学校里中国学生很多 面对中国发生的疫情的面对华人在社区 哄抢口罩所造成的紧张 老师会告诉学生说 每个人都会生病 不要因此孤立中国人和任何你认为与中国有联系的人 更不要歧视生病的人 因为这样会让生病的人为自己生病而羞耻 从而隐瞒病情 不保护他人 我们防的是病毒 而不是中国人 越是危难的时候呢 越需要冷静、理智、人性和团结 你听哈 这封信 这反映的就是美国的民间那份厚重的道德沉淀 在武汉呢 这人道灾难呢 随着封城的日子越来越长 会越来越多的 一位老妈妈到医院排了一天队 最后还没有办法等到确诊 医生跟他说 你就回家自我隔离吧 你说这老人家多大的压力呀 他想啊 这回家隔离 我到哪隔离去 都住在一起 那回家我不把子孙都给传染了吗 怎么办 老人家选择从楼上跳下去了 医院没有病床 没有药 回家自我隔离 却又没有公共宣传说怎样隔离 你说这一家人长期在隔离状态中相处 一天两天还可以过 这整个春节的期间 之后哪天能解除封城还不知道 怎么样处理生活和心理压力 这没有准备的这个家庭 这个年货吃完了怎么办 出门采购交通工具也没有了 还要像抗日战争时期一样 这是跟那个时候的武汉一样 要良民政 打路条 武汉人有武汉人跟我说 一个小区里死气沉沉 只有什么时候有声音呢 隔几个钟点 乌拉乌拉的鸣笛 120这个救护车过来 拉一个人走 拉走了 然后又是一片死气沉沉 再过几个钟点 又乌拉乌拉的开过来 又拉走一个人 拉完了又是一片沉浸 你说你在这样的环境中 你能不崩溃吗 但是 我跟你说这滑稽的事又来了 针对美国这些发达国家的撤侨事件的中共外交部 也派出民航包机从泰国撤侨 看似一个表现大国责任的行为 却那么让人哭笑不得 你看吧 美国、日本是把自己的侨民 从疫区运走 远离危险 而中国的航班却把民众接回武汉 回到这个新冠状病毒的发源地 回到这个一个人人要逃离的险境里面去 这时候所谓祖国的一份暖意让人心寒无比 而且据报道 昨晚这人已经回到了武汉了 还记得不少人吧 当时看的电影《战狼》嘛 是吧 为战狼电影里面浓浓的爱国情怀 感动的落泪吗 吴京 那个能打的演员说了 这本中国护照也许不能带你去任何地方 也的确是 这个中国护照带你去不了太多地方 但能把你从任何地方接回来 你现在琢磨这句话是不是有一种被绑架的感觉呀 我跟你说 就这么个一接一送之间呢 就能看出一个所谓崛起大国 在人性情理的拿捏上 进退失局 左也不是 右也不是 怎么干都不是 你看这一天前 英国政府召开一个跨部门紧急会议 讨论一个他们根本想不到的事 什么事呢 这次他们不是安排这个英国从武汉撤侨吗 来自英国约克的一位妈妈叫Francis 她准备登上撤侨航班的时候 被中国政府告知说 她三岁的儿子必须留在中国 母子分离 因为什么 因为你是英国公民 但是你的儿子有中国护照 这问题出在英国允许双重国籍 中国只承认一国国籍 所以英国外交部赶快就沟通中国方面 请允许英国公民与他们的家人团聚吧 到现在这个答复还没出来 在别人落难的时候啊 最需要同情帮助的时候 这个政府怎么就突然在乎起来 双重国籍的问题了 怎么在每年开两会的时候 那么多拿着美国、英国、新加坡护照的 这个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们 你们就不在乎了呢 再说台湾 台湾陆委会在武汉突然封城之后 陆续接到了90多通滞留武汉的台湾人的求助电话 然后这陆委会就开始跟中共方面沟通啊 说我们想用包机把台湾人给接回来 你们封了城了 我们把他接回来 但是呢 中共国台办沉默三天之后 才由发言人马晓光表示说 台胞在湖北得到这个妥善照顾 说这个大陆方面一开始就高度重视 两岸同胞健康福祉 你听啊 拒绝台湾参加世卫组织会议 多夺台湾2300万人健康乃至生命权的那种强硬表态 阴犹在耳 这边他就敢说 同胞健康福祉 所以你看哈 这不仅是拿着中国护照 哪怕你接受中共的一点汇责 跟他们打一点交道 就极有可能成为他们手中的人质 你瞅嘛 世卫总干事 谭德塞如此 英国的妈妈 三岁的孩子如此 湖北的台湾如此 那些被战狼航班接回来的武汉民众也是如此 被封城 被封村的百姓如此 那些在省委大院里住着的 那些在中南海里住着的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武汉肺炎疫情是越来越严峻 世卫组织的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这种响应状态实际上只是开启了中国武汉疫情 正式走向国际的这个阶段 与2003年非典完全不同 现在是全国所有省份直辖是全部陷落 在一级防疫的响应下 会有一个接一个的封城的出现 武汉之外最有可能是哪 重庆、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甚至北京 每一个规模都比武汉还要大 或者武汉相当吧 整个中国的社会生态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经济的衰落 原来还估计会就在东南沿海一带发生 你看现在 好吧 直接从一线城市、发达城市 迅速跌落到了边缘地区 连底层经济都受到重创 中共权贵 你高高在上 是吧 你看 一夜之间 人民就跟中国的草根处在了同样的忧患和灾难当中 而这场灾祸的两个根源 一个病毒 第二个中共 都还没有短期退出历史舞台的迹象 人民究竟怎样选择和保全呢 有一位人物 香港的 叫沈祖瑶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这个中国工程院院士 是香港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士 他呢 在2003年非典爆发期间 因为他的优秀工作 优秀的这个服务 被时代周刊誉为当年的亚洲英雄 他就有过一段对当年的精彩的回忆 他怎么说呢 他说 当年面对萨斯非典 我们完全无法控制那个疾病 我们试过了所有的药 都看不到有一个病人好转 于是我提出来为病人祷告 说 上帝呀 求你不要让我们的无能无知 让我们丧失任何一条生命 你想 朋友们 沈祖瑶 一个医学科学家呀 第一次以无知来描述他曾经自豪自信的医学能力 描述他自豪自信的科学能力 你看他今天面对瘟疫那么无奈 讲完这句话之后 房间内的人都哭了 因为大家都感到已经走到能力的尽头了 沈祖瑶说 我真是无知啊 我不知道究竟在对付一个什么样的病 不知道那病毒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该用什么药 不知道该用什么情况下用药 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呼吸机 然而人类意识到自己的无知 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真正懂得了在宇宙中自己的卑微呀 你看 无论权力 财富 还是科学 面对瘟疫都无能为力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人 当人的方法走到了尽头的一刻 而这一刻就是上帝能力的开始 沈祖瑶记得很清楚 祈祷的那天是三月份的一天 然后他说 从那天开始 我相信这并非巧合 我们开始看见同事和病人 都渐渐康复过来了 《江峰漫谈》 我们下回再见